闹大了,美国德格萨斯州掀起的这次离婚在1月27日又步上了一层新的阴霾,当地,原本平静的兵营在1月27日突然响起枪声,这声枪响不仅是实弹的交火,更像是一个警钟,为联邦和州之间的紧张关系敲响了警钟,在这个通常与荣誉和纪律联系在一起的地方。 两名士兵的争执升级为了致命的对决,最终导致一方死亡,另一方受伤。 欢迎加入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 感谢大家订阅。 这不幸的事件发生在卡瓦佐斯堡军事基地。 那里是陆军第三军第一骑兵师的所在地,尽管这起枪击事件的确切原因尚未明朗, 但初步调查显示,这两名士兵的争执可能与德州当时与联邦政府就移民政策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有关。 当地,原本平静的兵营在1月27日突然响起枪声,这声枪响不仅是实弹的交火, 更像是一个警钟,为联邦和州之间的紧张关系敲响了警钟。 在这个通常与荣誉和纪律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两名士兵的争执升级为了致命的对决,最终导致一方死亡,另一方受伤。 这不幸的事件发生在卡瓦佐斯堡军事基地,那里是陆军第三军第一骑兵士的所在地。 尽管这起枪击事件的确切原因尚未明朗,但初步调查显示, 这两名士兵的争执可能与德州当时与联邦政府就移民政策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有关。 德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争议在近期变得日益尖锐。 事后的调查揭示了训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安全培训的不到位导致士兵在紧急情况下缺乏正确的反应和判断能力, 其次,缺乏心理辅导和压力管理加重了士兵的紧张情绪。 为暴力行为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社会对于军队安全培训和士兵心理健康的关切引起了军方内部的重视,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军方将加强对士兵的安全培训,提高其在紧急局势下的应对能力, 同时,加大心理辅导和压力管理的力度, 以帮助士兵更好的应对训练中的紧张情绪。 这些努力是为了减少类似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同时也是对士兵权益的保障。 德州政府在与墨西哥接壤的边界上安装铁丝网, 旨在阻止不断涌入的移民潮。 实际上, 这已经不是这个卡瓦佐斯堡军事基地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在2009年和2014年, 该军事基地就曾发生过枪击事件, 在2009年的那次还造成了40多人死伤, 其中12人身亡。 可见, 在外界看来, 戒备森严的美军军事基地, 里面其实是藏污纳垢, 污秽不堪, 也难怪德州老铁们会对美国所谓的联邦军队大为不满了。 反观美国的司法机构, 却对这种自行歧视的行为持反对态度, 要求德州拆除这些人为的障碍。 以遵守对移民更为开放的联邦政策。 这一法院命令激化了已然紧绷的双方矛盾, 使得整个局势趋于白热化。 在如此背景下, 卡瓦佐斯堡军事基地内的枪声显得尤为刺耳。 这不只是军营内部士兵个人观点的冲突, 更可能是整个美国社会深层次分裂的一个缩影。 当前的政治版图显示, 特朗普及25个共和党州公开支持德州。 当这个数字加上德州本身时, 支持方已超过全美50个州的半数。 与此同时, 拜登政府则面临着26个州的反对。 政治局势变得尤为紧张, 只是不知道, 到时候的美国是否会成功分家, 还是随着局势的恶化演变成更大的冲突。 德州政府在与墨西哥接壤的边界上安装铁丝网, 旨在阻止不断涌入的移民潮, 这一举措引发了联邦政府与德州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双方在移民政策上的分歧日益加深。 美国的司法机构对德州的这一行维持反对态度, 要求德州拆除这些人为的障碍, 以遵守对移民更为开放的联邦政策。 然而, 德州政府坚决捍卫自己的决策, 认为这是保护州内, 居民安全和维护州权的重要举措。 这一法院命令激化了已然紧绷的双方矛盾, 使得整个局势趋于白热化, 在如此背景下, 卡瓦佐斯堡军事基地内的枪声显得尤为刺耳。 这不只是军营内部士兵个人观点的冲突, 更可能是整个美国社会深层次分裂的一个缩影。 当前的政治版图显示, 特朗普及25个共和党州公开支持德州, 当这个数字加上德州本身时, 支持方已超过全美50个州的半数, 与此同时, 拜登政府则面临着26个州的反对。 政治局势变得尤为紧张。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 美国社会的分裂和矛盾愈发明显, 移民政策只是众多争议话题中的一个, 而德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冲突 只是这一分裂现象的一个具体体现。 美国社会在移民、 种族、 枪支等问题上的分歧, 导致了政治极化的加剧, 特朗普的支持者与拜登的支持者之间的对立情绪愈发强烈, 社会矛盾不断升级。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是否会成功分家, 还是随着局势的恶化演变成更大的冲突, 这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然而, 无论结果如何, 都无法改变美国社会深层次的分裂和矛盾。 在未来的日子里, 美国将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如何平衡联邦宇宙之间的权力, 如何解决移民等问题, 这都考验着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智慧和勇气。 而对于我们来说, 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 任何国家都会存在一定的分裂和矛盾, 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和解决这些矛盾, 我国在处理内部矛盾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这是我们值得自豪和自信的地方。 最后, 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克服当前的困境, 实现国家的和谐与稳定, 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 同时, 我们也应该以此为鉴, 警醒自己, 不断改进和完善, 以防止类似问题在我国发生。 在事件发生后的种种猜测和评论中, 我们看到, 美国国内对当前局势和美军问题存在很大分歧,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美国社会各界对于国家应该发展的方向, 其实并没有一个共识, 而这也暴露出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就是许多年来美国政府通过对外用兵来实现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目标, 这已经严重损害了普通群众, 特别是基层士兵的利益, 他们成为了这个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所以美国内部的种种裂痕, 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错误政策造成的结果。 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深刻反思和调整对外政策, 而继续滥用武力和发动战争, 那么美国社会的撕裂只会变本加厉, 届时向这次德州和联邦政府的严重对立, 以及士兵内部发生的枪击事件只会是冰山一角, 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 一场政府与人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大规模冲突, 会在这个国度全面爆发, 通过这次美军基地内部发生的枪击事件。 我们看到了当前美国社会和政治局势的严重撕裂, 以及美军士兵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 这些无疑都是美国政府多年推行战争和对外扩张政策的结果。 如果美国不能从根本上检讨和调整这些做法, 只会酿成更大的灾难, 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 一场政府与人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大规模内战, 有可能在这个国家全面爆发。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次事件, 它是否预示着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撕裂还将进一步恶化,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又该如何避免事态继续升级? 避免一个超级大国在矛盾激化中四分五裂呢? 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